小陈 我都想我妈了 妈 啊 乖接你来了 妈 我来看看你 小陈 把这放到房间里去吧 我正想着 这豆椒咽好了 给你送去呢 你就来了 你今天没上班啊 妈 我呀 就是 后天我就去出差了 我又好长时间不回来看你了 哦 你要去出差啊 那行 妈没事 翠花 那个妈 我去给你做点饭啊 你们在这慢慢聊 行 等一下妈去做 不用了 我去吧 你这次出差要去几天 去十多天吧 半个月 也可能一个月 我还不清楚了 要去这么长时间啊 你看这天都冷了 出差的时候多戴件衣服啊 别感冒了 我知道了 妈 主要是你 照顾好自己啊 行 妈知道啊 嗯 行了 别老了 来 吃饭了 走 妈 我扶着你 走 好 这眼皮怎么老是跳啊这 嗯 哎呀 这好哭 谁 谁在电话呢 喂 喂 妈 哦 小陈啊 咋啦 我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 啊 你说 妈 你听这个 千万别着急啊 啊 行行行 你什么事你说吧 妈 妈 翠花 翠花 翠花她去世了 小陈 你 你说啥 妈 你别激动 翠花你 上 快点 出家的路上 不小心出了车 我就去世了 妈 哈哈哈 鬼女 妈 妈 你在这 啥回事 小陈 你咋又来了 我过来看看你 妈 你这边有什么缺的呀 你跟我说 我给你买点 哎 小陈啊 嗯 妈家里什么都不缺 来 进来吧 妈 那你 妈家里啥都有 这是你买的 妈呀 没认完啊 哎呀 妈呀 坐里边 妈我跟你说 你家里缺什么东西啊 你就跟我说 你看 翠花去世了这么多年啊 也没给你进进校 以后啊 我就帮她给你进校了 小陈 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孝顺的孩子 你说这翠花 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 哎 小陈 妈劝你啊 你还是再找一个好姑娘 成个家啊 好好过日子吧 妈 你说什么呢 我就跟你说吧 我这心里啊 只能容下翠花一个人 容不下其他人了 所以你别再劝我了 小陈 这翠花走的比较突然 我知道你心里放不下她 但是这样 人已经走了 你也不能一直这样单着 是不是 妈心里也难受 但是你还年轻 这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 你就听妈的 再找一个女孩子过日子啊 行了妈你别说了 这个事啊 先放下吧 以后再说吧 唉 对了妈 我那边挺忙的 你要是有什么事啊 你给我打电话 我肯定过来的 行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这孩子啊 就是心眼好 你说对我闺女啊 是一心一意的 我闺女都走了这么长时间 她心里还电话她 这两个月怎么没见小陈来啊 这基本上她每个月都会给我送东西呢 这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还是结婚了啊 这儿 我要不要去看看 去看看吧 因为她以前对我也挺好的 不管她结婚还是不结婚 小陈 妈 你哪来了 哎呀 妈最近想你了 你说你这两个月怎么没去看我 妈 我有点事儿所以就没过来 妈 翠花 你真 真的是翠花吗 妈 我是 妈 我好想你啊 闺女 原来你也好好的 你说你这 这么长时间你都干啥去了 妈 三年前 我出差 跟人家谈生意 一下赔了 一百万 我没办法 我不想连累你 给小陈 我只能自己在外面扛 自己还债 我现在啊 债也还清了 我刚回来妈 你别怪小陈 我这才回来第二天 妈 你说说你这个傻孩子 你在外面赔了钱 你也不能不进家门啊 这家就是冰难的地方 你说你有困难了不回家 你在外面怎么过的日子 你说这些年你在外面也受苦了吧 妈 你说这些话我都跟她说过了 你看看你这几年在外面打拼 过的也不是很好吧 哎 清花 既然你都回来了 健健康康的也没啥事 以后啊 给小陈好好过日子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啊 小陈可照顾妈了 家里的沉迷油盐啥的 都是小陈美 天天去看我呢 小陈 谢谢你 帮我照顾妈 清花你说什么呢 这也是你妈也是我妈呀 我照顾她是应该的 哎应该的是应该的 你说你都不是我亲儿子 对我照顾那么好 我让你再娶 你说你都没有娶 一直在等催花 你说多好啊 以后你俩好好过日子啊 你喜欢吗 那你说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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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跑 姐 你怎么跑那么快 姐 我来养我的 我 你往哪跑呢 姐 爸 我来走 我来养你 这怎么了这是 行啊 这个事啊 都别说了 我决定了 咱妈以后我来养 我是他儿子 弟弟啊 你就别在这假惺惺了 你说咱爹 这家里的事 你干过多少啊 不都是衣服啥的 我给他洗吗 爹 以后我还养你啊 爸 你去我那里 你小时候可是最疼的我 我呀 保证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 你想吃啥给你买啥 想用啥给你买啥 爸 你看你现在岁数大了嘛 你这腿脚不方便 你说我们来照顾你呢 姐就你 别假惺惺的了 整天呢 不上爸热离 嘿嘿 整天就围着你那老公转 还照顾爸呢 爸我没结婚 我靠谱 我来照顾你哈爸 妹妹 你说这话我就管也听了 哼 但是为了咱爹 我跟你说 我回去就跟我老公离婚 哼 还是爹重要 是吧爹 姐你还离婚 爸 你那拆签款 给我 我好好照顾你 不好吗 爸 行了 你们两个别说了 你都结婚了 还有你小妹 你又是嫁出去的 要钱干嘛呀 带到你娘家去啊 我跟你说 爸以后就要我养 听到吗 装什么装 装什么大尾巴龙 你啊就是看中咱爸的拆签款 哎 你做儿子的以前哪个做到位了呀 没有 是不是吧 还是我好是不是 爹 你就把你那拆签款给分了吧 这说了 他们两个都有钱有公司 我家那么穷 你对钱要分的均匀一点 知道没爹 你说什么呢 什么评分啊 我告诉你 这个钱 属于我一个人的 你们两个有就是外人了 这是什么呀 你 还你一个人 你儿子了不起啊 哎 我就是儿子我就了不起 懂着了 这钱 我自己的 你们呀都成家了 你说什么呢你 我也知道我干嘛呀你 钱是我的 什么你拿的是我的 原来这你们三个 是为了拆签款来的 行 你们都想要这个钱是吧 对对对爹 行 今天晚上给我们飞了吧 行 你们现在现在说 在这打 最后到我面前的 我给这个钱啊 吵 爹 这飞钱的事呢 吵啥 你不吵 我跟你说这个钱如果不飞着我 小爷我把你的腿给你打断 我也不行 你挺厉害啊你 姐你不讲理啊 你都嫁出去的闺女了 我没嫁出去呢 自由飞也是我没脸啊 还分给你是外人了 你说到当好听啊 男男你就不是女的 你以后就不嫁人啊 准备当寡妇似的 你说什么呢你 你才寡妇呢 我一个黄黄大闺女 干什么啊你啊 你干什么啊 干什么啊 都是你 你说干啥啊 我跟你说这钱我呀 必须飞 你们两个在我车上看看 我告诉你 我是家里唯一男子 这钱病是我的 有你喊了什么事啊 有你什么事啊 你飞不飞 今天给个话 老头子 你快点把钱给我 要不然 你让你车辆都热走 今天不办话说清楚 我跟你说老头子 今天你这个命都保不住 你们呢 你说我怎么养了你们这样的孩子 老头子 你别给我敬酒不吃吃罚酒钱 你赶紧打到我账户上 要不然 我这辈子我就不嫁人了 我变成老闺女我气死你 你说什么呢你 干嘛 我都结婚了 有孩子了 那是咱爸的孙子 这钱怎么着也是我的呀 我养孩子了 谁卫生啊 你俩都别争了 我是老大 我说的算 算什么算呀 我是男的 我说的算 你说的算 你算哪根葱啊 爹 分不分啊 分什么分啊 我告诉你 这拆迁款必须是我一个人的 分啊 分什么分啊 不能分 必须是我的 这必须是我的 我可以拿着拆迁款 当嫁妆找一个富贵人家嫁了 到时候 我多有钱 还可以分你俩点 你不想想 爸 你跟你说 这是个正经买卖 你给我想好 你俩都想独腿啊 哎呦 看你有那个胃口吃吗 我跟你说啊 咱爹愿意分了就不错了 还想独腿 爹 你跟一句话 我跟你说话嘛 怎么分 快点 给个主意 行了 我原来有啊 我原来以为啊 你们是来看看我 没想到 就为了拆迁款 你们三个人都炒成这样 老大 这不是我说你 你说啊 从你结完婚之后 你来看过我几次啊 你说 你来看过我几次 爹 整天一说还自己忙忙 多忙多忙 你有多忙啊 你那个老公条件好啊 就为了这个 我那个外孙 我到现在都没见过 你说你 有这么对我的吗 还有你们两个 我从小最疼你们 你们是怎么对我的 你儿子 你结过婚之后 你媳妇来看我一次吗 还有你 这么大岁数 也不结婚 整天的不务正业 瞎混 行 既然你们这样 我告诉你们 这拆迁款啊 我谁都不给 我自己啊 去敬老院 我办个VIP 我谁都不靠你们 你们一个个的 为了点拆迁款 炒成这样 行 这下我去敬老院 你们不用炒了吧 到时候啊 那些老伙伴要问我 这么多儿子 闺女 为什么没人养 我就说啊 他们都死了 没有儿子 没有闺女 你们以后也会有孩子 到时候啊 看你们三个啊 在村里面 多张脸 请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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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去敬老院了 我没养你 我们知道错了 爹 你说有用吗 现在 走吧 都是你带着头 去接爹回来啊 你说啊 才有 不把爹接回来 再以后怎么做人呢 我都成了老姑娘了 到时候嫁不出去 这可咋整啊 这名声不好喽 行了 都别整了 我啊 作为儿子 没尽到 叫你能吧 以后 咱妈就由我来养啊 你们就别管了 弟弟 你也别自己养了 我们啊 几个轮流养 对啊 咱现在先把爸接过来吧 那行快点走吧 哇